聯合報開放民眾票是2013年度十大新聞 結果出爐 第一名就是吃的安全 包括胖達人湘金風波 假米跟假油風暴 拿下了將近三分之一的選票 還有哪些大家印象深刻的事件 帶您來看 抖大的實在不安標題 倒出民眾對台灣食安的不信任 從號稱天然的胖達人麵包 甜夾湘金 倒泉順山水米以越南米冒充台灣米 以及大桶黑心油引爆一連串的食用油風波 這些最貼近民眾的食安議題 獲得一萬八千多票 是六萬多名民眾選出的 2013第一大新聞事件 假油的事件 確實直接的危害到 我們所有消費者的健康 而且也凸顯出來了 是說是廠商 他們缺乏了道德性 另外陸居下是洪仲秋 在關禁閉期間 因為操練過度 熱衰竭而死 引發社會嘩然 25萬人上凱道送仲秋 促使軍審制度走路歷史 是民眾票選的十大新聞第二名 而九月的馬王政爭關說風暴 不但使法務部長曾永福下台 也讓揭發關說案的檢查總長黃市民 因泄密罪被起訴 是年度十大新聞的第三名 不管是從食安 從政治 從軍中的事件 我們希望不是讓大家繼續沉浸在 這樣的一個憂慮裡頭去 我們應該要從這樣的事件裡頭 重新去審視我們這個社會 跟我們大家我們怎麼樣再走上去 民眾選出的2013十大新聞當中 前五名還包含廣大新漁船事件 以及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瓷士 另外像台灣第一起的狂犬又歡咬人 李安以少年拍再奪奧斯卡獎 以及金馬50都是榜上有名 雖然年度十大新聞當中 以負面新聞居多 但主辦單位也期許 明年能有所改變 讓台灣有更多正面力量 有DNTV洋人祥周四語台北報導